李隆聰手持的相機是數位手機 加上一般的攝影機腳架 要將這兩個設備結合在一起 不僅得計算拴住螺絲的角度 還要焊接腳架的軸心 每次改裝加工 就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和心力 他在做這些倒計的時候 他是用非常很多的時間 甚至有時候連晚上 三更半夜他也是在弄 他為了要符合他攝影機的價值商 他會自己去取材 然後自己去設計 長期拍攝水鳥和景物的李隆聰 多年來都是使用手動照相機 但是隨著數位相機和手機的普及 為了及時上傳到社群網站 他尋找到畫素達到極致的手機 然後為這支頂級的手機 外掛了一個塑膠水管 目的就是為了接上雙筒望遠鏡 以便可以拍攝到遠距離的景物 為什麼用水管是因為它的口塑性很高 我只要用火把它烤一烤 剛好軟了就直接套上去 它定型了就可以用了 所以說用水管比較好用 這整個都是用不鏽鋼 去買那個直接來用 再工具把它切一下 這樣 李隆聰作品之所以能夠精準地 抓住自然生態的剎那之美 把細微的羽翼和線條 都清楚地攝取到當下瞬間的神態 都是因為有這些看似奇怪 卻十分用心的裝備 將科技和鐵工水電等施工技術結合 對攝影的愛好和狂熱 讓許多網友和同好都相當敬佩 公民新聞記者吳玉如賴之請採訪報導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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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